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日星期一 在新年之际 回顾跨年还有很多事情值得盘点 特别是跟中国相关的话题 首先就是习近平在1月1日或者是12月31日晚上有一个所谓的新年致辞 人们观察到习近平有一个动作 说是大凶之兆 因为习近平在新年致辞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的录像显示 他是跟往常一样 他是艰难的看着前方 辨认前方出现的字体大概有个屏幕在走动 大字体让他去读 读稿 读稿的时候他手做了一个动作 放在桌上 一直不动 这个手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公手礼的动作 放在桌子上 但是他的公手礼不是左手在外 是右手在外 右手包住左手 在中国传统中大有讲究 因为一般来说是祝贺之力 或者友善的动作是左手包住右手 特别是男左女右 男人特别讲究这一点 而且甚至古代为什么是左手包住右手呢 是因为右手五刀弄箭 那么左手包住右手也表示一个和平之意 吉祥之意 就是挡住刀剑 如果是右手在外 那就是说是胸杖的这个杖利 比如说在葬礼上 你可以右手在外 或者说是双方要决于死战的时候 你右手在外 那叫做胸上之礼 祝贺之力跟胸上之礼不同 祝贺之力是代表吉祥 代表祝福 胸上之礼代表一种决绝 或者是一种冰仗的意思 那习近平全程就用右手包住左手做了这个动作 所以现在各界的解读说是大凶之念 不急之念 对习近平 或者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共 或者由中共控制的中国 共产中国 有可能是更加不祥 大不吉利的一年 所以从习近平新年致辞这个手势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在传统中是有讲究的 并不是一般的讲迷信 而是人的动作也好 言态也好 风水也好 它这里面都有综合释放的信息 那说到这里 在过去新年这个跨年 中国人似乎压抑已久 压抑了三年 现在不顾一切都冲出去 做过跨年 现在在12月31日到1月1日 这个跨年夜的时候 中国各地说非常的热闹非凡 不顾疫情深重 疫情泛滥 整个中国的疫情灾难 从北京 上海 重庆 成都 郑州 这些大城市都用到市中心 去要么是燃放烟花 要么是欢呼 跨年庆 当然多年 多数人冲出去的都是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就正式应用了华春莹的暗示 老年人死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人 你们就自求多福吧 就自我庆祝吧 因阳尽阳 因死尽死 该死的死了 该阳的阳了 现在轮着就是人口年轻化了 你们就庆祝吧 在跨年夜看上去很喜庆的气氛中 也是有冲突 就是一些地方 群众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比如说河南省许昌 有个春秋广场 说是河南省在2020年就说不准燃放烟花 但是老百姓就少燃放烟花 警方就去封锁 就去抓燃放烟花的人 结果抓了群众不一 就把警察团团团围住 要求放人 就为什么人家放烟花 你要抓人 结果警方当不住 只好把人放了 而许昌世代说 这里一出烟花 那里一出烟花 此起彼伏 最后是烟花四色遍地 开花 最后是警方和政府无可奈何 只好是败退 另外在南京 民众也跟警方发生了冲突 似乎民众要拥到市中心 孙中山同向 新街口那一代去庆祝 但是警方开始想阻拦 似乎有某种觉得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象征 或者是辛亥革命的象征 跟现在的共产党各个不如 那么向孙中山的同向拥去 警方开始很紧张 想阻拦 但是似乎民众比进警方更多 阻拦不住 结果民众冲破了阻拦 拥到了市中心 孙中山同向前去庆跨年业 似乎被南京 江苏这一代解释为政治跨年 就是有相当的政治意味 就是江苏人民或者南京人民要中华民国 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他地方还冲突不等 包括河北等等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跨年业 这样的燃房烟花 集体庆祝 甚至上海外滩拉手链等等 又有可能被华春莹 这样的外界部分人去炫耀一番 表示中国社会回归正常 但是疫情仍然深重 深重了什么程度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重灾省 那就是河北省 因为河北省离北京最近 河北的病情严重 就是医院医生顿时就崩溃了 所以河北省的医疗体系因为靠近北京 紧碎北京还算好 但是现在是护士跑断腿 医生累到死了 不断的抬进病人 很多病人根本找不到床位 很多病人没到医院就死了 大量的死了 那么河北省现在的医疗体系完全崩溃 药物也找不到 你说辉瑞特效药他们说是高价 买不到 而且是有特工 首先保证高干 那就是一般的这些发烧药或者消炎灵都很紧张 甚至于出现了严重的什么地步 我们都知道原来各地严重的是太平间停满尸体 殡仪馆火葬场停满尸体 或者是冰冬柜停满尸体 或者有的尸体停在外面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严重情况 特别有河北省为重 那就是尸袋都不高了 装尸体的袋子 尸袋紧缺 尸体人死了也都用过黄布尸体袋 黄色的 红色的 或者蓝色的给包起来 结果出现了尸体袋 不够了 断货 河北省有一个厂家叫隆达兵杖系列产品 结果说是供应不求 有电话打去 说根本供应不上 所以全国各地都来订尸袋 比如说武汉有一家殡仪馆 向他们先要几百个 后来要几千个 后来说两万多个 怎么供应得起 然后河北省也不够供应 说尸袋完全断货 这次尸袋断货 另外还在全国包括河北省发生骨灰盒断货 现在一些视频会镜头显示 有些地方由于死的人太多 一个是遗体排队排很长 火化来不及 但是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火化的人没有骨灰盒了 所以在一些地方摆着 说是侯葬场外摆着很多红色的带子布袋 上面写着大幅的标语 说请仔细辨认领取骨灰盒 领取骨灰 就叫家属去领取骨灰的时候 你按照带子带上写露人的名字 你去领取 也说不要拿错了 结果根本就不是骨灰盒 就是一个红色的一般的包裹袋一样的 包裹着骨灰 人们就要拎着这个肘自己去解决 你怎么办 所以网友就说 现在看来2020年是错过了吞药 吞医疗物资 现在2023年至少要有教训 说至少有几个事情要吞了 一个是 现在不是吞药的问题 是吞尸体袋 装尸袋 再来要吞骨灰盒 说这个要吞起来 否则的话倒是又不够用 真的是中国人有死无葬身之地 特别加重于老人更是不得了 所以由于这个说是吞尸袋 吞骨灰盒 导致现在跟殡价行业有关的股票一涨冲天 有个说是跟殡价行业的公司叫做福寿园 什么什么股份有限公司 说股价接连几天翻翻 往上涨 因为生意太好了 所有的产品都不够 都断货 都缺货 人们蜂拥了去购买 购买的就是这个股 这个公司的股价都已经冲上天 说在中国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创造时代短缺 股后短缺 最后还创造了 这个殡价业的公司股价冲天 飞升冲天 这么一个奇观景象 另外在上海还出现一个情况 说黄牛票 什么叫黄牛票 就是火葬 现在火葬要排队 火葬要排队 而且说是你交多少万 去买断什么优先或者不优先 这个火葬的顺序 有的地方说 火化局一体要收6万块钱 现在很多家里都是一鸟牙 为了让死者或者长者 老人有一个去处 都是一鸟牙 钱就出了 但是现在还出现另外一个情况 黄牛票 什么叫黄牛票 大家都知道原来说 某个电影 美国大片很热门 外面有人炒电影票叫黄牛票 或者是某个什么演出要炒黄牛票 什么隐性歌兴的演出 居然现在出现黄牛票 就是关于火化的事情 火化的排队 火化的位置 火化的卡号等等进行炒作 所以从几千秒到几万秒不等 所以有人举报 还吸引了警方跑去打击 所以种种关系不以而举 就说明中国的疫情仍然深重 仍然泛滥 死的人是不计其数 尽管习近平在新年主持中对这些死者是只字不提 既不悼念 也不慰问 只提到一个死者是江泽民 就是他的恩师把他弄上权力宝座的人 其他人根本不在话下 他不值得一提 所以不只一提一个是觉得这些人的命不值钱 但另外一点也说是为了掩盖 他既不说默哀 也不悼念 也不慰问 掩盖这件事情 来个不承认 不承认新冠死了这么多人 不承认 不会承认 现在在国际上也是不得了了 现在中国的病症是向日本的海关检测 原来每天入境的旅客检测到 每天要10起的时代个阳性病例 但是到了年底突然一天就暴增 比如说12月30日就一下90多起阳性 结果92个人中90个阳性都来自于中国 是中国人 或者是中国有旅游史的人 所以日本不得不加强措施 其他国家也说此 在美国有一个华人的妇女 一个中国人的妇女 叙述了说他父母来到了美国 结果全家人养了 说父母一来了之后 家里突然 这个妇女在电脑前坐着 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天旋地转 一下站起来要倒下去的感觉 说赶紧到旁边去床上躺了一下 说当时要倒下去了可能就起不来了 然后一测温度是华氏102度 然后丈夫也感染了 家里除了小孩性别 其他全感染了 而且说症状反应很大 一个是发烧很厉害 再一个就是恶心的感觉 还有就是说是拉肚子拉到虚脱 说是从来没这么病症过 以前说在美国有这样那样的感应或者感染 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么病重的 所以一看见中国病毒 说这个华人的妇女就自诉 说除了全家去取了一两次药之外 没有出门 表示好像没有给别人传染 说但愿中国这个病毒没有带给美国 但是很难说 既然他的父母来贪亲造成了这个严重后果 全家这个严重后果 那么就很难说有没有传到左邻右舍 那么其他国家也都在加强 这个美国 英国 法国 是相对比较缓和 就是说是要迟48小时阴性证明进入 然后在英国 法国的时候进行抽检 没有法国的时候对20%进行抽检 然后执行日期很多是1月5日 1月8日 有的国家没有明确执行日期 其他国家早就严格的执行了 意大利 西班牙 日本 韩国 印度等等严格执行 以色列还有 那韩国又加了一项 韩国突然加了一项措施 说在近期暂停给中国的发放签证 特别是短期签证暂停 就是这个是目前最严厉的措施 说韩国非常紧张 因为2020年曾经也是迅速沦为重灾区 那么这一回就是对入境的中国旅客 一个是阴性证明 再一个是机场检测 跟日本一样 但是另外加一个措施就是停发签证 也就是说不再让韩国人 会居住在韩国人去中国那边 以免带着更多的病毒 就说明中国的病毒仍然是引起了国际紧张 货在中国 货根在中国 但是危害的是全世界 就好像中国的一个制度一样 它不仅是危害的中国人民 所以潜在的 直接的见解 给世界也带来威胁 那就是包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病毒的威胁 战争的威胁 在南海 在东海 在台海要制造的战争景象 或者对俄罗斯的支持挑起的战争 乌克兰战争 然后病毒的威胁一直存在 三年多了 而中国的病毒又开始 似乎在走出国面 走向世界 说世界在高度的关注 紧张的关注 但愿中共这个病毒 新的一波中共病毒 不要给世界带来重大的灾情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